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种植盆栽到新的盆栽 记得要淋水 选择盆栽的花糊 不要撞到泥土太实 不要浪得太大力 我们围住盆栽的边 倒入水 让泥土慢慢吸收 泥土好像海绵 需要给它时间 慢慢吸水 表面的水已经滲了 但我们未知里面是否湿透 所以我们可以插手指 看看里面是否湿透 如果还未湿透 等15秒左右 我们淋第二次 又等它吸一吸 之后我们再淋第三次 你可以看到 盆栽的水是否湿透 盆栽的水会慢慢出 我们用手指进去 看看里面 泥土是否湿透 湿透 我们已经淋透了水 很多朋友都会问 每一天淋多少次水 都是像我刚才的动作 要放手指进去 自己去感受一下 泥土里面的水分 是否充足 如果不充足 我们就要加水 有时可能会太晒 我一天可能要淋两次水 所以这个要自己去 慢慢观察泥土的情况 照顾盆栽 按上下 我们都要定期去做一些修剪工作 令盆栽生得更好 大家要留意 有些枝条很长 被淋了出来 我们可以在节位 对上这个位置 剪掉 让盆栽可以美观一点 另外 例如我们看到盆栽 它的枝条太多 太茂盛 我们也可以在中间位置 剪掉 让它通风的效果会好很多 我们修剪完之外 我们当然不要浪费这些枝条 我们可以用来做修剪 我们可以吃完 这个薄荷叶 其实是可以用来做沙拉 在那时候加入薄荷叶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这些薄荷 用来沖香草茶 特别是在夏天 我们可以将这些薄荷 加上梳打水 沖上去 做一个特色的饮品 现在还要做一个浏水 给大家做一个 actions 也要不要浪费 而且要做到 还是可以做到 让我们在责任 你还可以做一个 新闻 这些字幕 那么这些记者 我们可以在红色 吃あの花园 而这些花园 吃到一个摄像 你好了 感谢观看